大家好,今天是8月5日,星期一 今日的市場是下跌的,很可憐 北水亦起8月2日,即是上星期五的市場是離開的 成交亦萎縮了少許,我們看看 北水已離開,不是離開太多,只有19億左右 之前仍然是47億左右 再看看,累積來說,仍在下跌 在下跌的市場也不太好 購入的市場有騰訊,中國銀行等等 流出的市場有這些 神話等等都會有資金流出 我們看看大市那邊 我們先看看大市那邊 大市那邊,我們未看大市之前 我們先看看整體 整體今天的市場是營賦基金會下跌的 石油會下跌的,匯豐會下跌的 因為北水也會走些錢 然後是騰訊會升跌,美團會升跌 友邦保險會升跌 中國平安又會升跌 我們看看大市那邊 大市那邊的市場看到,又跌了下來 暫時一個好的情況看到 最低的時候看到165 現在回到169 中間這裡有400點的波動 跌了下來就升上去 那昨天呢 我要看看上星期五的時時中 上星期五的時時中 就是收於169 169.67 現在呢 就是回到169.21 169.21 上星期五收於169.67 在這些情況之中 我們應該看到一件事 什麼時候叫跌緣呢 沒有什麼好說,怎樣叫跌緣的 跌緣的時中第一件事就是 你會升上之前一些位置 其中一些位置就是 在這個位置 就是說你基本上要升上 超過了之前那天的位置 之前的位置就是哪裏呢 就是剛才說的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回到這個位置是169.67 至上 今天最高見過169.57 差了10點 再其次呢 你起碼要升上去 也到這個收市位 這個收市位是1.70 然後又到這個收市位 這個收市位 這也是1.70 然後又在這裏的收市位 又是1.70 然後再跟著這裏呢 就是那個是開市位 就是1.70 然後再跟著這裏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這個1.72 即使換言之呢 我們這個期指呢 要升上起碼是1.70 如果能夠升上1.72呢 這裏呢 就更加可以好了 那這裏呢 就就是說要站回去之前 補回這個裂口的上升 這個位置差不多 暫時來說 就是165似乎是看到有支持的 那就要有一點點的 不需要太悲觀著 不過很慘啦 不悲觀不悲觀 總共由這裏的資料 都跌了成1400點 好了 那我們看看 今天來說 有什麼股票可以考慮一下呢 考慮一下就是 有幾個板牌可以升 忘了說一些板牌 繼續下去吧 這個有一個板牌 有五個板牌可以比較可以留意一下 一個保險 紙和能力衣件等等 動地產 我們看看 保險方面 基本上都是有OK的 保險等等這些都OK 再其次 有一些是紙 這個東西 這個做紙業方面 都是OK一點 再跟著就有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有個別的 就升得比較多 上個禮拜五 醫療保健的板牌 都是比較看到 有好的表現 再其他地產 地產是慢慢的 也是可以企穩的 不過不是那些大的地產板 是小型的地產板 再其次 就是有些其他 即是這些是ETF 其他等等 現在我再跟著去看看 有什麼可以留意 一個留意的就是中國航空 中國東方航空